像这样一台传统的光学显微镜 它是由目镜、物镜、反光镜、光源等部件构成的 通过各种镜头的搭配可以让你看到放大的图像 最大1500倍的放大倍数足以让你看到这样的世界 但这远远不能让你成为9102年的列文虎客 受制于特定的光学现象 想要看到更微小的结构 那我们就需要换种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 这是人体DNA双螺旋结构中的一颗粒子 它的大小在10的负14方米左右 也就是0.1纳米 假如我们把一个身高为1米7的成年人 等比放大到38万千米的身高 那也就是地球去月球的距离 那它体内的这颗粒子 最终只会有2厘米左右的直径 今天我们要聊的量子穿碎显微镜 就是观测这样粒子的绝佳粒气 等等 我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先来讲清楚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穿碎理论是什么 想象一个放在盒子里面的乒乓球 不管乒乓球如何运动 它都不会逃出这个盒子 但是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 这个球的位置不再是你之前所看到的一个点 而是散落在各个部分的可能性 价格在红色的位置 你就更有可能观测到这个乒乓球 反之则为更小的概率 神奇的事情出现在这个球运动到盒子边缘的时候 你会发现可能性并没有随着盒子的阻挡 而消失 反而随着盒子边缘厚度的减少 可能性穿出了盒子 通俗来讲就是 原本在盒子内的球 有机会穿过盒子 跑到外面 而这就是量子穿碎理论 这是一个含有电子的探针 而电子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乒乓球 这个探针会不断靠近被观测物体 中间的真空部分距离就会减少 也就是盒子的厚度会减少 当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时 探针上的电子就会穿碎到被观测物体上 如果将被观测物体与探针连通 那这样电子的运动就会产生电流 而根据电流的大小 我们就能获得被观测物体高度的数据 之后进行X轴与Y轴的扫描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立体结构 从而达到显微的目的 而这就是量子穿碎显微镜的工作原理 这种显微镜通常用于观测 金属物质的表面 量子穿碎显微技术使得你能获得一张 分辨率在0.1纳米的照片 但受制于真空环境 设备震动 被观测物体磨损等影响 最后的成像都会受到限制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量子穿碎显微镜 拍到了石墨表面的照片 我还是不当列文虎客了吧 我太难了 如果你也喜欢科学 你也喜欢物理 那就加个关注吧 感谢观看